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必须被看见 家里可以没有妈妈吗 家里可以没有女性吗 当一个家最辛苦的时候 永远是女性站出来 当一个家最困难的时候 女性就会站出来 所以请记得 大家请记得 气男 宝女 七个男的加一个女的 进门绝对一路花 所以要选三号OK的高担鼓 这是我的开场 在我讲我的政见的时候 我想归纳起来说 我没有太多口号 我可能会讲 我的一些心目历程 我的政见都是我走过的路 在我说走过的路之前 我也想回应一下 刚刚有几位 其实 前面的三强 大概都有经济的背景 政治的背景 只有我没有 但是我也要说 要做事 一定要朝中有人吗 如果是这样 民进党执政八年的时候 福建省政府 包括我自己 我都是政府委员 民进党执政的能量 有没有在金门做改革 我们自己政府委员 有没有做什么 让民众觉得 民进党执政 金门真的有力量 没有 所以我觉得理念跟能量 与口号更重要 张中法 张大哥 他前面抠了一个脸书 抠出来说 政客 生活委员 不要再给他们机会了 我后来 也写了一个讯息给张大哥 说 你那张图可不可以给我用 我就叙述 我在生活委员 任内 我做了些什么 其实 我是金门第一位 生活委员 我是女权 象征的第一个人 没有任何政治的背景 没有任何官商的背景 但是我当了生活委员 我当生活委员的任内 我做了许许多多的事 刚刚我们有 陈仲立 陈先生他讲的 陈克惠我说错了 他讲了一些科技党的概念 我也在十年前 生活委员的任内 讲过 所以大家要去检测 高丹华 有没有理念 有没有行动力 他十年前讲的事 现在都可以去看 我有没有做 所以我们不需要讲 多少年磨 多少件 我们在中华民国的境内 每一块土地 都是我们关心的 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应该去照顾的 每一个弱势 都是应该我们关怀的 因为立法委员 金门选的区域立委 虽然只有一席 但是我们在立法院 那么一个大圈圈里面 我们要有的能量 跟要有的串联 是要很多人 所以我们不能置外于台湾 所以我要说 我不是二十四年同意见 我五十年都在这个土地上 我刚刚坐在下面的时候 我自己有点 心情有点 我有点喜悦 因为在座每一个 没有像我一样 是搭着三板出来 我最后坐了登陆艇 赚了好 十三号码头 大家都会去 但是我要两趟 我从乌丘到十三号码头 再用十三号码头 到我们的廖国 然后住在城东的防空洞 我是金门栽培出来的孩子 所以不要再说 他是外地来的选举的 我是中华民国 退休的公务人员 所以不要再说 他是外地来的 我们就在这个土地上 那我刚刚说 我当了一年的生活委员 我做的是 当然第一件事 要争取乌丘的医疗 那我要说 不管朝中有没有人 你该做的就应该做 那也许大家觉得说 那我到底生活委员认定 做了什么呢 请你上去搜寻 那我要说 医疗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啊 我对金门医疗没有帮助吗 我要说 我在北米中当校部的时候 听清楚 是台北市令第一米中 当校部的时候 我为金门 跑到花莲去提案 所以金门第一个社区 对健康营造的案子 是我去帮忙提的 如果卫生局 或是卫生健康的义工 去问一下 徐医召徐医员 他应该会记得 当年这个资源 这个提案 是谁去帮金门提的 那我要说到我自己的故事 我要讲到我爸爸 我的家在乌秋1874年的灯塔 是我真正不改 可是乌秋到现在的交通都很不方便 医疗更不用说 所以金门医疗绝对在我的心里 十年前我站出来喊 总统救救吴秋 十年后我站出来 是要让大家看到金门 我要把医疗改善 我要把交通改善 每一个候选人 我们所谓的三强 请问一下三强真的强吗 那不是靠家里的背景 那不是靠财团 那不是靠广告媒体 所以那个强不是真的强 真的强是女性柔软的强 我要说 父亲走的时候 他在台湾很遗憾地说 乌秋交通为什么这么不方便 乌秋的意念为什么这么不方便 但是在我一年多的任命 我改善了持生机的后塑 我改善了天气体 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金门为什么这么不进入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感谢神的拣选 在这个时候让我看到金门的需要 以及看到军公教的尊严 我们都知道 这些年 民进党跟国民党因为政治的恶斗 把所有的公务员都叫做秘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高丹华 站出来就是要捍卫军公教的尊严 就是要捍卫18%的尊严 什么叫做18% 我的18%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 军公教 他既得18%的退休的 应该得的那个18%是一个尊严 第二个 把我们军公教的尊严 只比总统的9%多9% 这像话吗 大家在想想 早期金门很多的年轻人 甚至于十几岁二十岁的青年 去重军 为什么重军 18岁的先生 18岁的孩子 他觉得他吃地瓜吃到太多了 他也不愿意吃地瓜 所以他去当兵 还有 当时反共的气氛弄得强 金门的 马祖人 最爱国 所以 所有的男子都要去当兵 这个是光荣的实力 当他在这么辛苦 这么光荣的情况下去当兵的时候 为什么当他到最后 他变女成 这群人情何以堪 包括我自己 我是考试通过的国务人 所以我进密法院 我就是要去海外军公教的18% 既得的18%是权益 民意的18%是我们的尊严 而且现在根本就没有18%的问题 这个是政治炒作的话题 18%在84年就结束了 我们主张要合理的年金改革 要合理的退休 公务员的跟劳工的 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到立法院去好好地讨论 应该怎么样把国家代表更好 所以不要再回过头来说 很多人在民间谣传 在金门的line谣传说 高丹华是民进党叫他出来的 不要再次声明 高丹华不仅是民进党叫出来 高丹华也是国民党叫出来的 这些年来国民党跟民进党 把金门如果建设的很好 把医疗改善 把交通改善 把军公教的尊严摆在第一位 需要高丹华出来的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是国民党跟民进党要高丹华出来的 并不是单独一个政党 我也要请所有的 刚刚所谓的三强好好地想一想 基本都不进步 跟各位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你们握有参冤 握有政治地位 握有议会的兼顾权 民进党执政八年 国民党执政更长 我们整个岛几乎都是国民党 请问 与大家息息相关的这些政党 跟三强没有关系吗 所以请大家再记得 气男保女 让女性出来做做看 我刚刚讲到 当兵的 去台湾当兵的金门的乡亲 我要再讲到 这么多年来 我没有离开中华民国的土地 中华民国的土地跟1949 在我身上是有渊源的 所以我除了要保障军公教的尊严 我还要还 再检讨 中华民国建军史的这一块 尤其是金门当兵的这一块 我要去争取民国71年72年 智强中队的那一批人的尊严跟权力 这是我们大家所疏忽的 那我刚刚也说过 立法委员 金门只有一十区域 但是 在立法院里面 不能只有你自己一只公僚 我们是站在中华民国的土地 医疗永远是我的第一位 所以我正建第一条 我要建构 金门 马主 藤湖 呼秋 的医疗网 以及协助 台东 台九县 南回医院的成立 要落实医疗正義 这个是立法委员 应该做的 因为我们是全国性的立法 跟修法 并不是自在金门正习 我们能莫从自己的力量 迫及到别的偏偏相证 大家才会知道 金门的立委不一样 我们爱我 我们爱你 我们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从天远的医疗正义 再回过头来看 金门的政府不进步 金门的资源 其实印底资源泛滥 跟我们医疗建设 建设条例有关系 所以我也要去主张 我也要去修正 我们的领导建设里面 应该要对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青年创业 我们的科技园区 应该要把这些东西 放到领导建设条例里面来 好好的再修一次 领导建设条例 而且请大家听清楚 只有高丹华 会拿掉领导建设条例的 国益条款 让我们基本不要有 赌场的伏笔在里面 我想大家都知道 财团圈学土地 政商 推了一些 现在还没有上台面的一些案子 如果金门变成赌场的时候 如果国益条款还在领导建设条例的时候 这是不是我们的理由 这绝对是我们的理由 所以从这个上面 我要再呼吁大家 气难防御 只有我没有财团的背景 只有我没有中心的数字 只有我真正能够为领导 为金门开创 亮丽 有文化的格局 那我要再谈我政见的第二条 我刚刚说 我的政见都跟我的生活有关 我主张 我主张警察跟消防人员的预算 应该要有中央的电力 他们因为情务产生的风险 应该要有专张去保护 保护他们的权利 这个不是我的选举 牵强出来的口号 有的时候讲到家里的痛苦 是非常不想讲 但是要在这个时候 我还是要说出来 民国九十一年 我怀着九个月的生育 我弟弟病人在医院 他是警员 他中间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警发 急诊室没有存在好 那前后三个月弟弟就走掉 再次的过程 有两件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家就知道 高丹华的家族 高丹华的父母亲 是怎么培养高丹华去玩的 第一个 我们去跟警政署伸援 我弟弟应有的医疗权利 因为那个是警员 应该有的权利跟尊严 我打死不退 我就是跟警政署抗争 我觉得小警员太狠了 第二件事 我弟弟当时已经到了半生残废了 其实已经是半生残废了 医师告诉我们说 只要打一个人都尿管 我们就可以赔很多钱 那个时候我家还很穷很穷 可是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不要一个29岁的情人 马上知道他自己终身是不良于是 马上知道自己 这也不能自行的减料 我觉得对于一个男性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我跟爸爸说 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爸爸也不要 我们全家都不要 让弟弟身上有一个人工跳舞 我弟弟三个月走 三个月之后去世了 我们没有要求任何地方的赔偿 我们只要他公保的地方之内 所以很遗憾我弟弟没有 在他一身里面 他没有真正再去冲锋卸震 再去回护治安 他就走掉了 所以我对于警员 我看到那些警员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弟弟 当我们看到很多的抗争 很多的场合 要警察出去回安的时候 可是没有给予他们相当的保障 他们的退休也没有得到相当的照顾 所以军工叫锦销是我心中 放在我心里的同伴 所以我的证件之一 是警员 警察警销人员的福利跟薪职 应该要中央专案来讨论 专案来编列 那我在讲 这么多年来 我在做些什么 我身部委员一年多之后 我到了台湾 可是我到台湾之前 我还是帮金文做了很多的事 我们有1600年的历史 我们在两岸之间很特殊的一座房屋 所以我推 十年前我推金门的民宿旅游 老兵返乡 老兵返乡 不是回大陆的老兵返乡 不是悲情 而是回到金门来看金门的风景 所以我要讲 金门是两岸特殊的一块房垒 金门 我要推它是两岸特别行政区 金门 它可以把金门 把金门的美带到世界 我是基督徒 我们要办一个世界性的圣诗 诗歌比赛 在金门 让大家看到金门 我不知道 爸爸在美国41年的时候 他在沙美 美国西方公司 招收了几个乌丘的小男孩 他是其中之一 他到金门来看了 他跟我说了这一段老师 所以我要说 爸爸十几岁的时候 在金门 我叔叔去世 他的骨灰在金门 我在金门念书 所以请大家 让金门有亮丽的未来 让妇女来做做看 男士们你们休息吧 关心妇女 关心教育 关心医疗 两岸特别行政区 让青年能够回来就业 让青年的文化抗议可以呈现 最后这几本书 我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记录一位106岁 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妈妈 朱立伦当桃园县长的时候 陪着桃园的妈妈写出他们妈妈的故事 云林大一的一个学生 我告诉他云林眷顺的故事 他画出来他得到了文化部的最佳金门奖 他最后为了真的他弄棒球拍的时候 找他去画漫画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在一官半职论内做的 是我要告诉大家 让女性做做看 没有包袱 没有拆穿 没有政党束缚 捍卫18% 居公教的尊严 以及给妇女最好的照顾 医疗的照顾 长照的培育 以及我们文化的发展 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